把手放到感应器前面 大家看这个圆圈变成了对钩 把手挪开 然后它又恢复成了圆圈 大家好 我这里是IT Commander 本期节目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体的热感应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呢 可以接到我们的HOMASIS站上 然后作为一个人体的热源的传感器 如果有人体从它的前面经过 然后我们的HOMASIS站就会发出报警 这个传感器跟我之前做的那期视频 USB摄像头的移动侦测相比的话 这个传感器呢 更加的安全一些 因为摄像头判断的话 它毕竟是可以看到你家里的状况 这个传感器呢 它是不需要看到你家里的视频的图像 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有哺乳动物 从这个传感器前经过 它感应到哺乳动物的热源之后 就会发出高低电瓶给HOMASIS站 HOMASIS站就会显示出来 同时它还有两个调节距离和灵敏度的旋钮 可以供大家调节灵敏度和距离 好下面呢 我就带大家来连接一下线 大家看视频的左上方有一个图 图上面的红线是正级 5幅的正级 然后黑线是负级 还有一个橘色的线是通讯数据的GPIO 然后我现在这个杜邦线呢 没有这样颜色的 所以我就给大家演示用红色是正级 橙色是负级 然后黄色是GPIO4的那根数据线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线插到我们的树莓派的GPIO 首先 我们插正级 红色的正级 我这根线呢 跟图上的颜色是一样的 我们把红色插好 插好之后呢 我们插负级 负级我这里边是用的橙色的线 我们把它也连接到树莓派上 好了 最后一根呢 就是我们黄色 也就是图上面所示的橙色的线 我们把这根数据线插到树莓派的GPIO18上 这个跟左边的图有点不一样 因为呢 我前面教程把GPIO4已经用掉了 所以大家看我现在把它插到GPIO18上 我们后面只需要把GPIO在配置里边修改为18 就可以了 好 现在树莓派我已经把盒子装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传感器上面两个旋钮 左边这个旋钮呢 是灵敏度的旋钮 我们向右拧呢 是灵敏度高 向左拧是灵敏度低 右边这个旋钮呢 是延时 比如说感应一次多久恢复回来 也是同样的是向右 是灵敏度变高 我们在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里加入Binary Sensor 这四行短短的配置 然后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好 现在配置修改完成 我们来试一下 手放上去之后 大家看传感器变成对钩 手离开 恢复圆状 然后我的身体移动了一下 它也变成了对钩 我现在把手放在前面 这个对钩是不会消失的 然后我现在离远一点 保持静止不动 它就恢复成圆圈的状态 我再抬起手 它又变成这种对钩的状态 这个传感器呢 理论值是应该是7米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灵敏度的调节 来调节它的灵敏度 好 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